火箭封建告急,摘瓜安东尼进入倒计时,火箭在这个休赛期的操作上,有成功留下保罗和格林这样的皆大欢喜,有引进麦卡威和恩尼斯的补强,但也有阿里扎,巴默特离队留下的巨大空缺,和卡佩拉续约将局下的心神不明。 不过目前,我们仍然不能给火箭惊吓的操作下了定论,火箭仍然还有很多潜在的操作没有完成,他们的补强仍然没有结束,对于火箭来说,最大的期待当然是卡梅隆·安东尼了。 北京时间7月20日,在雷霆、老鹰和76人的三方交易中,安东尼被送到了老鹰队中,但是他很快就将被老鹰裁掉,成为了一名自由球员,尽管热火,胡人和76人,都有一千下安东尼,但是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火箭是安东尼争夺战的领跑者,甚至连竞争对手热火都表态称, 安东尼将会和火箭完成签约,据报道称,在和热火的沟通中,安东尼对于在热火中扮演的决策和薪水待遇有着很大的出入,而这也成了火箭最大的优势所在,火箭在阿里扎离队后,三号位上的空缺急需弥补,虽然火箭已经牵下了登尼斯,但是他的能力显然达不到火箭的预期,而安东尼似乎是最好的人选,尽管上个赛季, 在雷霆国的郁郁寡欢,16.2分的场军得分和40.4%的投完命中率均是职业生涯最低,但他仍然是联盟最具为威胁的进攻球员,而且,在火箭队中,安东尼也最有可能得到梦寐以求的总冠军,这可能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一点。 另外,虽然火箭现在的薪资空间,仅有大概500万美元左右,但是考虑到安东尼曾经的顶薪合同,老鹰2790万美元的买断补偿,和对总冠军追逐的可望,安东尼很可能并不会特别在意合同的金额大小。 况且,火箭目前正在积极处理安德森的垃圾合同,下个赛季安德森年薪2000万美元,如果顺利的话,火箭签下安东尼就有了更大的薪资空间和可能性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火箭队已经在为送走安德森拼尽全力了,莫雷已经与全联盟唯一还有金金空间的队伍萨克拉门托国王方面,进行了多轮磋商,国王目前有2050万美元的金金空间,吞下安德森的合同并不是难事。 他们很可能会在接收安德森时向火箭索要尽可能多的选秀权,甚至还有火箭吞下向香珀特这样一年1100万美元的合同,如果莫雷能够最终接受这样的交易,那么火箭就有了更大可操作空间了。 这就为他们继续的潜在影员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罗尼胡德也是火箭潜在的影员对象,据克里夫兰媒体报道,受限制自由球员罗德尼胡德的经纪人已经与火箭队管理层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尽管骑士给胡德提供了一份价值34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但是胡德很有可能不会选择留在骑士,上给赛季中途加盟骑士后,胡德在常规赛,表现还不错,场均能够得到10.8分, 但是到了季后载中,却完全遭到弃用,甚至一度出现拒绝替补出场和球队产生了矛盾,胡德在爵士期间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一度成为了爵士的进攻箭头。 在被送往骑士之前,他场均能够得到16.8分2.8篮板1.7助攻,因此心气很高,能力尚在的胡德不大,可能会在一支产生过矛盾的重建球队中,接受34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反观火箭,胡德和火箭是相互需要的,在阿里扎离队之后,火箭在3后位上的空缺急需填补,即便安东尼加盟火箭,胡德在替补席上同样能够贡献巨大。 果真如此的话,火箭在封线上甚至会比上个赛季更加强悍,但是对于火箭不利的一点是,胡德目前是受限制自由球员,架高者德,其实对于任何球队开出的合同都有匹配权,国王也被报有意胡德,而火箭又是这三支球队中心滋空间最少的,这让他们处于了很被动的位置上。 如果火箭能够顺利清理了安德森的大合同的话,那么拿下胡德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